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集节目基本上在探讨为什么她没有脖子的问题 看着非常不高兴 对吧 而且我觉得你太太真是天下太太都得学习学习 她说我就不爱听这个话 我就爱所有的女的都爱我们刘欢 都觉得刘欢长得帅 我才高兴 你自己有这么一个太太 你说你 是 因为这都老夫老妻了 你忽然这么一说我把这事给弄得特严重 我们在一块 真的明年就淫婚了 所以这个 现在已经都变得 就是真是老夫老妻那个状态 他跟你说那媒体的有些事是 因为这样 我老师也是觉得媒体经常 他们认为有一些个东西特别吸引眼球 或者 其实有些事并不一定真的是那样 就是他听你说了一大堆 然后他找一个他认为最 什么吸引眼球的一个方法 而且你说同样吸引眼球 其实你看咱们这枪枪 我现在给你拿出点证据来 有正面健康的吸引眼球的东西 就是刘欢太太 还有一件事让我一开始要向全国观众说明 他说你们在杂志上都说 我当年跟刘欢是九天怎么就闪婚 说我那个时候觉着他人丑 就是还有才能就嫁给他算了 他说这是无耻的谣言 他说实际上我们家欢 那个时候 就是帅哥 绝对是帅哥 绝对是就说偶像派 他说是因为什么 他生女儿的时候 很多老公都这样 吃那个营养品太多 吃剩下不浪费吗 那刘欢跟着也吃 才脖子才吃出来 这倒是真的 是吗 对他那回那回害口嘛 准备好多好吃的 他都吃不了 吃不了胃不能扔 最后就就都变成我吃的 都补到我这来了 所以我说什么是正面的引导呢 人家太太拿出来了 说我以为他太太很幽默这么说 我看到这几张照片之后 我觉得这个露露讲的都是实话 就说刘栓 刘栓 刘欢 刘欢当年 我就说本来是一个偶像派 完全是给吃成 咱们可以看看人家太太拿来的照片 你看看有没有脖子 你看看 你尤其看下一张 我不是当你面夸 有点猫王 你觉不觉得 眉眼之间的 有点猫王那镜头 是不是 你瞧 这瘦的 这不但有脖子 腰都看得出来 其实当年是真的挺瘦的 我最瘦的时候 可能你们真想象不到 我86年 当时毕业之后 我去了一年 那个中央讲师团在宁夏之教 那年是真的很瘦的时候 真也吃不好 因为在那边条件比较艰苦 那个时候我体重只有104斤 所以我觉得这真是啊 这个帅呢 他后来戴了个帽子 帅戴了个帽子 就变老师了 现在不仅是老师了 现在通过中国好声音 该导师了 留导师 导师 但是我要宣布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说他要退出了 我也看到这个消息 我觉得那是挺可惜的 你不该退出 还是退出来了 因为我实在是我觉得 我应付不了这个事 为什么呢 对 因为说实话 这一季做下来 一个是我真的身体吃不消 他们这个做法 基本上我们每一次做 就大家看到那90分钟节目 那一期 我们是从基本从下午2点 要录到第二天早晨 三四点钟 差不多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我们一年的枪枪三人行 都录完了 真是太辛苦 这是受不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整个这节目过程中的 中国就是这样 这事儿嘛 你不火 都也算了 这后半程一火起来 咱们这个媒体环境 就这个乱七八糟 什么什么东西都上来了 都说好的多吗 好像招架不起 很多人是正面的评价 但是你知道这同时也 遭出来很多这些莫名其妙的 一会儿说这个黑幕了 一会儿那个学员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你也不知道 这个后边都是什么人在操作 反正弄来弄去真的很闹心 我很不适应这种环境 这个搞艺术 搞音乐的人 其实他有个特点 就是非常敏感 也非常易感 我觉得他们夫妻 就是这个中国好声音 这一下这一火了之后 好像对媒体的这种 来自媒体的刺激 有点你像他太太 我就觉得就是较真 说哎呀那个 怎么那么说我们呢 你知道还有人编什么 编他苦难 说他怎么 我那天看着我都看乐了 说他跟女儿曾经捡鞭炮卖钱 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 你知道现在咱们的媒体 我就觉得这个真是要命 我们原来老说 这个国外包括学老师 在香港那边知道 国外这种狗仔队 这种帕巴拉奇这种 我觉得他还 就是他还有个限度 他真是要白天黑夜的 弄个偷着在那拍你 跟着你手啊 对对 然后爆出你的什么什么事来 咱们这有好多的媒体 就是根本他懒 这个事都给懒得做 这个做的屋里头胡写 就是那种 直接徐老师他们文学系的出来了 就是胡编一个事 然后第二天出去 因为这个事 完了自己在反映自己 编的了这个事 然后就开始糊隆糊隆的乱动 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底线 要把你的成功死 变成一个更加励志的保障 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就是我没有心里准备去碰这种事 因为这个完全就是一种闭门造句 你说这无中生有 你刚才说那事什么剪鞭炮 那个就是当年不知道是哪年 一个一个愚人节上 大家编出来玩的一个事 这是我后来查到的 好像是因为这么一个由头 也不是我查到的 是因为后边有这个网友 在媒体上发现的 这故事当时是愚人节的 都是玩的 结果后来竟然被编成一个 当成一个真事啊 就到这个也转载 那个也转载 完全就是瞎弄 但那些东西啊 那些娱乐的这种花边新闻啊 不不不就是不恰 不是真实的那些东西啊 那只是烟花爆过以后的那些纸鞋 成功是这个烟花的灿烂 是因为你有这个成功 才有一点小纸鞋 我们不能因为爆过了以后 有点小纸鞋 我们就不放鞭炮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你参加对这个节目 是是很重要的 这个作为一个 我也不是始终的一个观众 但这是观众之一啊 我说这个损失是很难弥补的 但是就你刚才讲的 这种媒体八卦的这种心态啊 其实啊 难道跟这个中国好声音 就没有意义贯之的地方吗 就大家求一个戏剧性 比如说你看 我听他说 我才知道好家伙能拍到凌晨三四点 我就在干什么 以至于咱们那个时候就说呀 我就说你们这个情绪啊 可真够饱满的 我甚至那个时候还担心你们呢 我说这家是非常好啊 但是这一直能这么爆棚下去 那半天呢 就跟拍好莱坞大片似的 那是拍了多少个小时 里边挑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这个呢 也是说实话这个节目成功了 跟这个也有关系 因为他是大量的 就是这 如果按电影的时候 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这个片比巨大 他就是拍一千分钟的东西 简直了九十分钟给大家看 所以你为什么 他刚才文涛讲 就是老看着我们那些人 那那那 打了鸡血 打了鸡血一样 他把这些所有嗨的地方 都弄到一块 你想他 一百比一 差不多是这种 这种一个做法 那还有其他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扛不住了 坐在那里 恨不得背着 那个镜头就没了 这些东西不在 所以呢 这种东西就是大家有时候 在这个电视里面看到 就是我们有时候流泪啊 对 有时候笑得很很开心 那你总会有这样的时候 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呢 都堆在一块 你就感觉你们这些人 怎么回事啊 就感觉上四个导师 比下面的演员还激动 零污染岛国新西兰发生 离奇事件 特级乳牛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但是我们看着是挺激动啊 你喜欢这个效果吗 就是我 我其实我们几次跟这个制作方协调 我说你能不能别 就是把我们感觉 我们就嗨成那样了 有时候流泪啊 什么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那 比方说有一百个小时的话 这些可能连半个小时都不到 但是呢 他们就觉得 这样东西出来 吸引眼球 观众喜欢 其实呢 我就觉得 我从一个做音乐的人角度上来讲 我特别希望 他们能够把一些个 我们四个导师的 比较专业的给歌手的点评啊 或者在音乐上的一些指导意见 这些东西播出来 其实我觉得那部分不一定就 不吸引眼球 因为呢 这大家是 这四个人都是很专业的人 给出来的这些评价 你普通的一个 不是做音乐的这种观众 他是能从中看到一些门道的 就了解一些这个歌唱啊 或者音乐是怎么样一回事 其实蛮有意思的 这导师是真想当导师来的 结果给剪成演员了 结果最后把这些都不要 就看着我们几个在那儿 哎呀 情绪激动 这情绪激动呢 也确实这点 我们一开始没有预料到 说实话 他这个原版的节目 是这么样的一个形式 但这东西说实话 到了中国呀 咱们这这个人情社会 他还是有不你对 你一开始 我们没有跟这些学员 在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 七个十几个人上来 下去几个 下去很自然 但是你真的 你每天跟他们在一起排练 帮着他们选一些歌 然后告诉他们 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 你这样一来以后 你就跟他们之间 有一个感情 有感情了 对 然后呢 你在在一个队里 他不是说 我跟你的队伍里边 咱们两个打一个人下去 他是活生生要把自己队伍里边的人 没错 干掉一半 一开始就十四个人 一下就下去一半 然后你天天跟他们排练 而且尤其是他们 最后在台上 有表现的特别好的时候 真的很难 这个是他这个节目设计里边 最关键 最特别的地方 他这个节目 从我作为一个老师角度来看 他就是一个education show 教育表演 他里边的三个环节 代表了我们现在 整个大学教育的 最关键的三点 第一个就是有教务类 就是来的人 是我不认识的 我只听声音的 我不看他背景 他特别强调这一点 对 我不知道他们是有意之作呢 还是实际上是这样 实际上 他就是给草根 很多一个幻想实现的机会 而且他是互相挑 这很像大学嘛 你先考得好 考得好了 你就可以挑学校 你可以去港大 不去清华等等 对不对 他是很模仿现实的教育 但第二环最残酷 就是同事操歌 对 就是同门相残 这个听上去我们很残酷 其实这是现实 每一个成才的人 都首先要在你的老师面前 做得比你的同学好 你才能够出来 每一个强国 都首先要在你周围的小国当中开刀 你才能在地区里突出 每一个人才 其实这是一个很客观的现实 他们把这一环 表现了这个悲惨事件的最美好的一面 就是两个人 我真的佩服他们这个设计 两个人唱同一个歌 互相是敌人 你死我活 而他另外一个人唱的时候 还另外那个人 还要给他一个镜头 他还要在那里表现开心 这到底是假呢 我看的时候 这到底是假呢 还是说事情本身是有他美好的一面 而我们过去太多强调了他残酷的一面 他其实是 这个倒不是假 他是可以做到的 因为你同唱一首歌的时候 演出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经常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大家在一个台上 那你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首歌唱到最好 这个是做得到的 麻烦是麻烦的 他们唱完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台上讲一句话 我说我们费这么大劲 使劲把一些好的歌手抢到这来 结果就是为了后边这样 所以没看 就经常会 我在那里就讲 我给自己找一个什么理由 其实是没有理由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找一个理由 就是现场 或者我以某一个出发点去看 就是找一个理由 其实真的他们 最难的就是 他们如果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了 这都好办了 那明显我就有一个话说了 可是他们 恰恰是他们真的不出问题 你知道 我知道这个欢歌呀 人家是个有追求的人 他好像有一句名言 叫只做有价值的事情 不像我只做有价格的事情 那价格还没人家的价值 没错 这说明求价值的人 最后会有价格 像我这样 老求价格 价格就越来越低 也会有 也会有 不是 就是说 那么这个事情的价值 我可看见有些人上纲上线 说 这能振兴中国疲弱不堪的音乐吗 说也许你一开始是想着 这个发现好声音 但是有些人说 这不就是评选一些麦霸吗 我们想指望着一个节目来提升中国的流行音乐 其实是做不到的 它是一个整体环境 一个各个方面工业方式上的配合才能实现的 但是我们至少呢 我们可以做一点努力通过这个节目 比方说这个节目 我一开始我吸引我的就是这点 它是一个绝对的公平竞争关系 我们是背着脸听的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但是导演啊 他们都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 他们都知道 制作组还给他们拍短片 对对对 他们事先不会跟你们 他们 那是他们做的事 我们是真的是不知道 就是你们 所以他们是等于在蒙在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这几个人不知道 对 然后他们 他们的这种不知道 成为表演的成分 就是说人家的要看他们的 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然性 就是你站着 你就听着声音 你左听右听 你琢磨着能他能往哪个方向发展 能帮他做什么 然后你转过来看到了 是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这点倒是确实 这我觉得是一个公平的方式 嗯 而且一开始我加入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跟这个制作方有一个合同 这方面签得非常严格 你不能有任何的方式 不要给我三条 来左右我的判断 啊 这这点是他们做到 他们也做到了 啊 非常遵守这个 就是在我们转身之下 你你也不要告诉 试图告诉我 他们怎么回事 他们是怎么 对 不需要知道 你告诉我 只会适得其反 但是你像我看到那个 那个那个叫徐海星啊 是不是 就你流泪那段 我当时看到我觉得他呀 是绝对是是是真心的 这个这个这个机动 那个那就是换了谁也绷不住 是吧 但是呢 怎么后来又有人说 说原来哎 他的这个对白 是有所涉及的 这是怎么个故事呢 这个怎么说呢 节目制作方啊 就是说你不知道 他们知道 对他们他们 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试图想做一些什么 但是经常的这种成功率 会很低 因为我们都不配合 他只能是尽他们的努力 他们总是希望能挖 有一些故事在 对 这个从制作方呢 你觉得他也也无可厚非 他希望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煽情啊 或者怎么样 他在抠着这个故事 但是有的时候呢 说实话 我不赞同他们这一点 就是故事是可以有 但是故事不是你做出来的 故事是他在那而已 就是如果这件事有了 那大家了解就是了 你弄弄出一个事来 最后会适得其反的 反正他在那个方面 做的那些东西呢 就是 有什么弄失败了的故事吗 比较可乐了 这个具体我就不知道 但是他们讲 他们的大部分 或者说绝大部分 这是他们跟我讲的 绝大部分都失败 都失败 对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不了解 就是感动不了你们 那些故事 不是 他根本就没讲出来 因为我们 我们不去配合他 弄这种事 但是 但是他有些故事的 这些设计啊 挖掘啊 是原制作方 是他们 是荷兰还是什么 是他们的要求呢 还是是中国的 这个制作方加上去的 我觉得这是 这是中国特色吧 这是 说实话 这个原制作方啊 他有一点 我觉得是 这成功的一个关键 就是他大量的 这个单机挂的拍摄 你像我们四个导师 坐在这里 就光给我们四个人 就至少八部摄像机 我们背着脸的时候 正面四个 他不拍别的 全是就拍我们 就整天一个镜头 对着 我们只要一转过身 那边还有四个机器 就是只拍我们 然后你想 他这 而且所有的机器上 都挂的磁带 就是他可以拿下来 这你的任何一秒钟的东西 他都可以拿出来 在后面剪接的时候 给你用上 所以他整个节目 大家看到的时候 画面信息量很大 就是你所有的细节都在 甚至歌手 一手抬下来 手里边拿了什么东西 他都在 这就是一个大量的捕捉 你现场同期切换 你是很难做得到 所以这就意味着 我们电视界 大片时代都来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我们这个相会啊 我对这个刘欢的兴趣还是次要的 我对他太太的兴趣才是主要的 哎呦 这个太太我真是没见过 你想刚才去广告的时候 太太在对讲理说呀 说让他喝点水 嗓子有点哑 有点哑 待会儿录完了 休息一会儿 再接着说 所以啊 哎呦 我真是也就无怪乎啊 人家刘欢也是性情中人 是2004年的时候 你就说这老夫老妻 他专门有一首歌 献给这个太太 名字就是太太的名字 就叫露露 咱们可以来这个分享一段 你踩出了我的影子 我无法起飞 你吹乱了我的视线 我满眼发不回 直到你眼不住春天里滴滴眼泪 不知为谁 怎么说露露踩住了你的影子 让你无法起飞呢 歌词是不能那么直接对影子 还想干嘛 还想起飞 这个就是一个有各路象征可能性的 一个爱情歌曲就是 我这歌确实写了很久 我一直这个老弄不完 就一直到04年那次做演唱会之前 把它写完 我这种人是为什么东西出的少 处女座的可能是这种 处女座的 对对 特别那种 哎呀 就是就是就是 纠结 眼里不由沙子 对所以好多事吧 要不就不做 要做呢 就尽量想到要做到最好 可是写歌往往就是 你一老想让它更好的 就意味着这东西就做不完了 没错 没错 所以到一定时候呢 还是要要做完 这可能是你的这个性格呀 就平常很少出来 根本就 对 是吧 所以这次做这个中国好声音 真是感觉开天辟地出来了 千年老要不出来 不你们刚才说 这对流行音乐推动影响不到 我倒不同 我觉得影响还是蛮大的 比方至少对我来 在我来看 有这么多的人会唱 这么好听的 我以前都没注意到啊 对 而且咱明天还得接着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踩出他的影子 踩出他的影子 我现在就